又一位大马之光!著名小说Crazy Rich Ashen 找他当电影男主角,杨子琼演他妈妈,还进军美国电影圈。 最近常在电台听到大马人进军Hollywood,还上美国著名脱口秀的Elon Shaw当嘉宾。到底是什么人?什么电影那么厉害? 说的就是场销小说Crazy Rich Ashen 疯狂的亚洲富豪,将会搬上大荧幕,拍成同名电影《与大家见面哦!》 据消息指出,Crazy Rich Ashen 由华纳兄弟影业公司 Warner Bros. 在全球发行,并于2018年8月17日全国上映, 正式进军美国电影圈呢。演员阵容就包括Constance Yu,Henry Golding, Jammer Chan,Ten Zee,Michelle Yiddos,杨子琼,等等,大部分都是海外演员。 男主角是大马人。 除此之外,这部戏的男主角Henry Golding其实是大马人哦。Henry是名英马混血儿,而他的大马血统是Ebon族的后裔。 原来是原住民的朋友啊,七岁那年随着家人移居英国生活,后来才在新马亮地发展演艺事业。 拥有帅气脸座和阳光笑容的Henry,曾在电视台8TV担任过节目主持人哦。 现在,他凭着Constance Yu,这部电影进军美国,而且还有机会上美国致名脱口秀的Elon Shona,真的是为国争光啊。 Ten Zee,Michelle Yiddos,杨子琼,便难搞过太妈妈。 出名打的杨子琼,Michelle,近期于和李火喜剧新片Crazy Rich Asians,藏意,疯狂亚洲富豪,一改打女形象试言阔泰,早前他于杂志访问中表示, 在新片中有机会嘲笑疯狂的亚洲土豪,更希望土豪能入场。 电影介绍 这部电影的背景与小说一样,江淑一鸣出生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教授Rachel Chill, Constance Yu是,与他的男朋友Nick Young,Henry Goulding是,远赴新加坡参加好朋友的婚礼。 一直想要嫁入豪门的Rachel,发现他的男朋友其实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2,1 Qua洪光 2,1 Qua洪光 3,0 Qua洪光